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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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我做错什么了 别再跟着我了好吗 我都说了我不需要你的帮助 办不到 你有什么特别的理由一定要帮我吗 告诉我 就因为咱俩是朋友 是朋友 遇到困难就得帮忙 你是因为同情我 不是 那就别用这种可怜的眼神看着我 我都说了不是 你为什么要去约那份工作 真不明白你是怎么想的 你现在都这种情况了 还跳跳简简的 娟子 我真的不能接受这份工作 你干嘛呀 这也太荒唐了 是你要养家糊口 到处找工作 现在工作找到的 你又不去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明白了 静怡 如果你觉得靠朋友关系 给你找到的这份工作 让你觉得很不好受 那你就努力工作 是赢得尊重的 可你没有必要直接把路给封死啊 不是 娟子 我还有其他的原因 还有什么原因 黄静固然跟踪我 她以为我跟于新疆有关系 所以派人照了些照片 想一次让我得不到妞妞 这个妞妞现在烂着你 她怎么能自己出轨 还找人跟踪你 我真的不能因为我的事 毁了于新疆的名声 你明白吗 嗯 你今天也看到了 叶锦怡都可以自由进出 于清江的办公室了 离婚协议是我会协 我忽然觉得 把时间用来报复你 真是太浪费了 我跟你说话呢 你在想什么呢 没想什么 你说吧 我觉得现在这个样子 也挺好的 你可以跟她离婚 和我住在一起了 你是不是 看见他们俩在一起 很不开心呢 你瞎说什么呢 倩倩 我觉得我跟叶锦怡离婚 这件事很重要 但是 你跟妞妞搞好关系这件事 更重要 只要我们俩生活在一起了 妞妞会逐渐地接受我的 我妈说 叶锦怡去我家看妞妞了 你妈让叶锦怡进门了 怎么能让她见妞妞呢 你听我把话说完 叶锦怡去见妞妞的时候 妞妞睡着了 所以她俩根本没有见了 我也跟我妈说了 说别让叶锦怡去我家 但你想 现在妞妞正在生病 你不让叶锦怡见吧 也不太合适 而且 如果我现在跟叶锦怡离婚的话 我怕妞妞会恨我们俩一辈子 你是不是对叶锦怡 还有感觉呀 你又来了 那为什么迟迟不肯离婚 好 如果你不离婚的话 那我自己想办法 行了 我再想想吧 进来 余总 我能跟你聊聊吗 单独的 好啊 坐 余总 我没有誓言 姚倩倩的绯闻事件 我已经处理好了 你不用担心 但愿今后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了 肯定不会出现了 对了 有一件事情 我要确认一下 你说 你最近是不是 在跟我的太太一回 你哪个太太 姚倩倩 还是叶锦怡 你 是谁 你比谁都清楚吧 叶锦怡是我的合法妻子 你还知道叶锦怡是你的合法妻子 我当然知道了 最近 你们俩经常在一起 我不说呢 不代表我看不见 余总 算了 算了 还是不说了 你自重吧 我想你是误会了 我们俩只是普通朋友 普通朋友 那就好 告辞 无耻 妞妞 听话别动啊 奶奶给你梳头 乖乖的 头发梳好了才好看呢 听话 妞妞 妈 我来了 静怡 你怎么进来的 门没有锁 静怡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让你别到这儿来了 你怎么又来了呀 妞妞 叶锦怡 都知道吧 我真是的 叶锦怡 你没完没了了是吗 你知不知道这个地方不该你来的 我才是王静的合法妻子 不请自来的人是你 你是王静的妻子 别别别吵 你们别吵别吵啊 妞妞还在这儿啊 妞妞 咱们去公局啊 你的妈妈她们要商量事情 你们有什么话 坐下说 坐下说啊 咱们说说清楚吧 你告诉王静 除非你得到妞妞 否则是不会在离婚协助上签字的 对吗 这一点你很清楚 你到底想说什么 那我告诉你 你不会得到妞妞的 她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生完妞妞以后 就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从法律上 我是她的母亲 叶锦怡 限时点吧 妈 王静 还有我 我们一家人 都不希望你来抚养妞妞 你们一家人 我还没有在离婚协助上签字呢 你好意思说是你们一家人 你脸皮怎么这么好 我的意思是说 没有人会站到你那边的 懂吗 所以 就不要做那些白费力气 无用功的事情了 早点在离婚协助上签字 好聚好散就算了 你到底让我说多少遍 把妞妞给我 我就签字 静怡啊 我们也跟你说过很多次了 我们不可能把妞妞给你的 就算是把妞妞给你了 那余总同意当妞妞的继父了吗 我可从来没听说过 她不介意这一点呢 为什么非要把她牵扯进来 你怎么那么幼稚 为什么要在这里说这种话 等等等等 我问你 谁是余总 妈 你还不知道吗 是静怡的新男朋友呀 他们已经在办公室里面 秘密私会了 你胡说 秘密私会 我问你 这究竟怎么回事 静怡 你已经跟别的男人约会了 我也觉得很惊讶 自从那个余总帮叶静怡 管了叶小宝的事情之后 他们就一直在见面 现在已经公开约会了 你胡说 静怡 是不是在我们门口等你的那个男人 妈 你见过呀 对啊 就是那个男人 他们已经见面有一段时间了 你还把错 怪在王静身上 你还说他毁了你们的婚姻 妈 不是这样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传言 但是 这不是真的 我是无辜的 你怎么可能是无辜的呢 我问你 我亲眼看见那个男人在门口等你 对了 还有 你趁我不在家的时候 把他请到家里来 请他吃饭 你还跟我说 你跟他不是那么熟 我都相信你了 静怡啊 你经常跟他约会 这怎么解释呢 妈 别叫我妈 就算妞妞叫你妈 她想跟你在一起 但是 我是她奶奶 她是我的亲孙女 我不可能把妞妞给你的 我告诉你 只要我还活着 你休想得逞 我都说了是个误会了妈 你平心静气的想一想 你在街上随便找个人问问 一个继母和孩子的亲生母亲 争夺抚养权 这合适吗 啊 这有可能吗 妈 你冷静一点 你看 你把王静和王燕养大了 你应该理解 一个做母亲的心 我 我真的不能没有妞妞 我真的不能让姚亲 去养妞妞 我告诉你 这是不可能的 我和王静 都会跟你说不 你休想得到妞妞 我说静怡啊 你就别再瞎搅活了 我们也不追究 你那个什么总的事 咱们都退后一步 好吧 妈 你这人怎么这样呢 啊 我嘴皮子都磨破了 你怎么就是不听呢 你 你不要我翻脸 是不是 你走 你出去 你给我滚出去 我告诉你 妞妞必须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以后 你别的要员去找她的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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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走 你出去出去 走 走 你滚 您好好看看这份投资合同 大姐 您看完之后在这里签字 就这儿吧 是 大姐您真是做了一个明智的投资啊 原来我们这家公司呀 只吸收大公司的资金 恰好这家公司之前买股票赔了 所以我们才自下里找个人 是啊 大姐 您这次真是运气太好了 赶紧回去烧烧香拜拜佛 真的吗 真的 大姐 这后本还得再签个字 还要签啊 那我看一下啊 好 为什么不让我再投资啊 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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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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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回事啊 这帮大姐啊 哭着喊着要买我们的基金 赚钱啊 都赚成金了 大姐啊 您要是再犹豫的话 我可就卖给他们了 咱以后再合作吧 不不不 我签 我签 就这儿吧 对对 就这儿 吃吧 大姐 面试得怎么样了 没通过 别泄气啊 现在好多大学生 都找不到工作呢 吃完吧 是啊 别太担心了 我们会没饭吃的 嗯 知道了 我一定会接着努力找工作的啊 静怡 你不要老想着工作 你啊 得把这个离婚协议书签了 让他给你赡养费 你必须要这么过日子是吧 就是啊 姐 你应该让王静给你一大笔钱 然后再告姚静静破坏你们婚姻 你可以告她的呀 这个我知道 我这不是想得到妞妞的抚养权吗 你怎么这么傻呀 要去抢那个抚养权 你知不知道 她是姚倩倩的孩子 她这么骗我们 我气都气死了 同意妈说的 我不要娘娘跟我们一起生活啊 她爸妈那么对我们 我都想揍她 你们怎么这样 你们都不支持我 谁还支持我 我们都不是为了你好吗 是我 你终于决定签字了 这就是你的计划吧 编造我跟于清江的谣言 就是为了逼我签字 这不是我编造的 你一直都背着王静 去跟于清江见面 你自己好好想想 你就这点本事了吗 那好吧 好吧 好吧是什么意思 是你同意签字了吗 你早就应该这么做了 你错了 你错了 我绝对不会在协议书上签字 我会让你跟王静德成 你惹错人了 你惹错人了 我记得没有 拜托你以后不要把她和妞妞放在一起说 她说我惹错人了 她想干什么 什么意思 这是不可能的 我和王静都会跟你说不 不 你休想得到妞妞 我说静妞呀 你别在这儿瞎搅和了 行不行啊 妞妞 妈妈不会不管你 妈妈不会放弃你 你快看 她怎么能这样呢 吃点半口吃 呀 你看看谁来了 谁会那么早啊 来了 呀吃早饭了吗 吃了 妈妈来了 快跑吧 他吃饭了 气色好多了 妞妞不怕 以后妈妈不离开你了 妈妈就跟你处在一起 好吗 静怡 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 让你别再来了 你 你怎么 烦一下来住下了 妈 妞妞需要我照顾 妞妞 好吗 妞妞 妈妈去跟爸爸说话 你乖乖吃饭啊 妈妈给你玩 哦 叶儿 把我的行李放到妞妞里去 妞妞 她怎么回事了 她把行李都拿来了 她今天在我们家住下了 我哪知道了 天啊 这可怎么办呢 有话快说 你想怎么样啊 啊 我回我的家有问题吗 为了照顾妞妞 我也只能搬回来 搬回来 搬回来和我住 想跟我和好啊 你觉得很奇怪吗 你怕了吗 是你一直在提醒我 我才是你的合法妻子 你偏要走极端吗 你偏要走极端吗 你跟妞妞毁了我的生活 给我带来那么多的痛苦和羞辱 而且妞妞很想我 我也想跟她在一起 你没有权利把我们分开 叶静怡 行了 王静 你别想把妞妞从我的身边夺走 从现在起 我什么都能忍受 我可以面对更犯告的事情 更可以面对 你这招被逼得离 这样 让我猜猜 余青江在接到我的警告之后 她跟你分手了 你被甩了 你跟她的关系结束 是吗 你在说什么 我是说你扣不到余青江 就想回家当时候买的 我说得没错吧 对啊 女真总 什么都知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请你离开这个家 我请你离开这个家 我的妞妞 不许要坏榜养 你给妞妞做个什么好榜养 这是我的家 我不会搬出去的 叶静怡 你别喊 我给你一次机会 如果你把妞妞的抚养权给我 我就签字 记住 这一切都是你的错 要怪 就怪你自己 去 静怡 妈 我去看看妞妞 好好好 儿子 她什么意思啊 她真要搬过来住啊 哎 你准备拿她怎么办啊 我能怎么办啊老妈 我都不知道她为什么能搬来住 我现在她什么办法都没有了 哎 我听那个邀请说 说叶静怡又找了男朋友 是真的吗 应该是吧 什么叫应该是啊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叶静怡怎么突然一下 变得那么有本事了 妈 你就别问我了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跟你说 我现在脑子都会炸了 妈 我上班去了 你想个办法 把她弄走 啊 我 我 我能拿她怎么办呢 我的妞妞好乖呀 会说话了 怎么这么棒呀 妞妞 你怎么这么聪明呢 妈 妞妞会说话了 啊 妞妞 妞妞会说话了 奶奶我爱你 妞妞 奶奶我爱你 还有妈妈 姑姑呢 妈妈 我的老天爷啊 妞妞会说话了 妞妞我的乖妞 我的乖妞妞啊 我的乖妞妞啊 真是 小子 以后你得常来 你看 你来了 妞妞就说话了 来啦 妈 妈 啊 静怡 你给我过来 妈 你怎么那么有自尊心啊 你为什么还要来到这里 妈 你这是为了什么呀 妈 王静她做了那么多对不起你的事情 你为什么还要来到他们家 你给我回去 不然 再被回这个家了 奶奶 妞妞 妞妞 快快快 快快快走 走走走走 快快快 你干什么你 跑到我的家里来大吵大闹的 我应该早点看清楚你的真实面目 就是你 来安排我们家静怡 收养姚倩倩的女儿是不是 妈 你别说话 哼 还说我是粗人 我看啊 我们俩彼此彼此 你擅自闯进我的家门 还在这大吵大闹的 我看你啊 比我更粗鲁 她们不是要离婚吗 你让你女儿签字了 我认为 没有必要为了争夺妞妞的抚养权 而拖着不离婚 当然 我们家再也不想和你们有点任何瓜葛了 我现在就带着女儿走 让她在离婚书上签字 你就别套这份心了 那好 王雅 把叶姐姐的行李 拿出来 你可真够狠心的 当你儿子身无分文的时候 是我们帮她平步青云的 你们就这样来回报我们家 你们这都是些什么人的你们家 还有 妞妞妈妈这件事情 你们欺骗了我们六年呢 你们对这件事情 就一点不感到内疚吗 你们还有没有良心了 你们这些人 早晚会遭到报应的 我遭报应 我看啊 你还会遭雷医呢你 你骂人 我告诉你 你啊 明明知道自己的女儿 是已婚妇女 还到外边去勾搭男人 你和你的儿子真像啊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你会胡说八道 我说的是事实 嫂子 嫂子 妞妞哭着找你 去看看吧 你别去 姐 姐 你回来 妈妈 妈妈在这 不哭 妈妈在这 不哭不哭 姐 妈妈不走了啊 妈妈 你非得这样吗 赶紧拿着箱子带你姐走 妈 你干嘛 我不走 你疯了吗你啊 你难道跟他们家人 住在一起啊 妈 不要紧 我要跟你妞在一起 我要跟她在一起 不是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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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娘 你怎么crit 别乱扔 快 slap 快 你这儿干嘛呀 快进去啊 你就是不听我的是不是 我问你 这妞妞 就比自家的人重要是不是 你脑子到底在想什么呀 你还有没有 把我当成你妈妈 哎呀 我都看到你姐给逼疯了 知道吗 你看她啊 一开始我就反对 她跟王进娇吧 可是她不听我的话啊 把我的话当耳边缝 一意孤醒的 最后还是嫁给了王进 怎么样 现在我们这个家 被害成什么样了 我跟你说 你要是再去他们家 我就不认你这个女儿了 还有啊 这妞妞是你的女儿吗 你干嘛总想着她呀 你现在应该好好想想 你以后的生活该怎么办 姐 你干嘛 你别说她了 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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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让她睡一把 就这样睡一把 抱着好 好好好 你抱着衣服行 抱着衣服行 老老老 好好睡觉啊 来 来 来 睡觉 来 慢点 漂亮 漂亮个屁 什么怎么了 你面试的时候 你提我的名干嘛呀 啊 你露馅了 办砸了 那可不 怎么办 这样吧 你赶快 再给我找一份 人家需要设计师的工作 要高薪啊 低了不行啊 来 来 来 大家停一下 时装秀的邀请函呢 已经发出去了 我希望大家能努力 把这次时装秀 搞得深刻 好 让你放心 放心 这一点王董可以放心 好 行 大家继续工作吧 好 好的 千姐 嗯 你是不是跟我妈说 叶锦怡跟叶琴 那件事了 是啊 说了 这也是事实 我妈年纪那么大了 你没有必要不能说这个 我是为了我们俩好 我想让你妈更喜欢我 能够接受我 也总是惦记着叶锦怡的好 我知道你的苦心 让我妈接受你喜欢你 我们可以用别的方法 这种方法没有必要 我 我觉得你是在为叶锦怡说话 我很不舒服 我只是想说 没什么 说就说了 千姐 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 时装秀的事 一定要搞成功 嗯 娟子 我给叶锦怡呢 又找了一份更适合她的工作 但是你知道吧 她是不愿意接受我的帮助的 所以呢 你一定得替我保密 其实我很感谢你能这样帮她 但是 你还是最好别再帮忙 为什么呀 其实王静她想歪了你和静怡的关系 她企图利用你 把离婚的事 归咎于叶锦怡呢 她怎么会这么想呢 这样 帮我约一下叶锦怡 我找她好好聊聊 好 坐 今天把你叫出来 主要是想跟你道个歉 想帮忙 没想到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 而且我听娟子说 王静好像还误会了 能不能找个机会 解释一下 把这误会给化解一下 静怡 大家都是好朋友 你就不要再生她的气了 我哪有生她的气 于青江 我真的不想让你受牵连 你的好意我心灵了 真的 所以 以后我的事 你别管 余总 静怡也在呢 来的正好 快坐 快坐 不用了不用了 我只是路过看见你们 我并不想打扰你们 但是我觉得 在公司 万一让员工看见你们俩 不太合适 余总 你觉得呢 王静 我正好想跟你好好聊聊 解释一下 要不咱俩出去单聊 好啊 那你们俩先聊着 那我们俩先出去 走 王静 有些事 我想当面跟你讲清 你对我可能有点误会 好 余总 你不用解释 我知道 你喜欢叶静怡 这个我知道 没关系 不 但是在公司里 就不大好了 毕竟员工看着呢 还有 其实余总 说实话 我特别感谢你 你知道吗 叶静怡这个女人 很难产 我一直想跟她离婚 她死活不签字啊 但是你的出现 帮了我这个大忙 谢谢你 真的 你好无耻啊你 余总 不至于吧 你为了一个女人打我 我告诉你王静 你要是再敢欺负她 我对你不客气 听见没有 咱们走一瞧 真是个赖人 好 王董 王董 你这是怎么了 余青江打的 她 她敢对你动手啊 咱开除她 开除她 能开除她吧 她后面有余金呢 不说这些事了 找我什么事 余青江不仅打听 我们的投资者是谁 她还在打听 夜市集团倒闭的原因 你 这个王八蛋 不过你放心 她现在没有找到 任何的证据 秘宇 你找到夜市集团的前秘书 闻闻她知道些什么 金秘书 对 一定要找到她 放心 是 王晋出去了 他的左右手 随行了吗 查查他们去哪儿了 对 没想到 他钱还挺好挣得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女儿兴 所有人都过来 来 你们俩把胖换一下 好 可以了 大家辛苦 再走一遍 音乐起 倩倩 你设计的东西实在是太完美了 配上包 配上首饰 真是非同一般的 从你口中说出来的 就是最好的工位 你是我的最佳搭档 工作上的搭档吧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不过也对 现在叶静怡才是你合法妻子 叶静怡 她有什么 你才是华锦公司的灵魂 你才是妞妞的妈妈 能成为你合法妻子才是最重要的 你不明白呢 倩倩 我跟叶静怡迟早过离婚了 你就等等吧 我们不要为这件事再争承 好 后天就是直双秀 我们今天晚上喝点酒敬礼一下 好 停一下 今天就到这儿了 大家辛苦了 回去早一点休息啊 好 走 这是姚倩倩她设计时装秀的邀请函 她前段时间因为丑闻 还上了花边小报 现在还开什么时装秀 真够她忙活的 诶 听说这次啊 有很多名人要去参加 有没有什么想法 算了 娟子 她们的事 我不想掺和 诶 诶 真姐 干什么 你把票给我吧 我明天去看 你 好吧 只能看 不允许捣乱 放心吧 我不会捣乱 好吧 拜拜 拜拜 金秘书什么也不知道 对 叶慈云并没有让金秘书去调查非法账户 金秘书没有能力去查这件事 不代表别人没有 明宇 找到叶慈云死前去见的那个人 我敢肯定 肯定有人在私底下 帮助一清江丝 搜集证据